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中欲 放纵自己的欲望 不能成佛 自古以来 难能好色 你能爱名牌 这个差不多 很不容易 去克制的 这个中欲 还不只是说名牌跟女色 这个中欲就是放荡的心 想让自己过快乐的日子 但是不知道这个快乐 有后遗症 有后遗症 这新龙报道的 因为我没有出去外面 新龙报道的啦 海湾的这些啊 演艺界的 有的很洁生自爱 除处了不少钱 而有一些啊 习惯不太好 今天呢 因为名气大 挣了一些钱 明天赌博 没了 然后 再去 贫苦的挣钱 一线的演员 还是大咖 A咖 然后又 赚钱 明天又输了 后来 就欠了几个亿啊 人家知道他喜欢赌博 就借他 就借他 就一直借他 几个亿啊 这已经超过 这个亿人 一辈子的收入 所以 再做诸位哦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 不要盲目到不懂得珍惜 这是我一直强调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 千万不要盲目到 不懂得珍惜 你的人生 由你来掌控 放纵自己的欲望 你的法身会命 你的业力会一直牵引着 那有的人就说 饮食跟男女啊 是本能 那我们就用佛陀的话 来对居士跟法师 居士 叫做少欲 无为 少欲 那么出教众 就回避 远离 因为他是本能 人是没有办法 用人的这个理性 去克制 生物学家 包括这些研究 生物的 就说 繁衍后代 是大自然界 不可抗拒的力量 所以我们知道 他不可抗拒 所以我们要稍微 克制一下 出教众 就回避 就远离 保持一个尊重 这个就是佛教导我们的 佛多教导我们的 所以 第二 重义的 没有放纵自己的欲望的 不能稍作克制的 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幸福 世间人 财色名词 所以那个叫做幸福 事实上 我们把刺激 当作享受 是因为我们这个众生 人的大的欲望 使之然也 我们把它合理化 我们把它合理化 所以 知道那个是本能 也不能克制 就用回避 尊重一个距离 那在家居士呢 就少欲 然后无为 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 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 我们就能复杂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复杂到这个地方